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0多年 然后呢 2019年交给了香港家事的拍卖 总共有356件作品 这其中最大批量的是普兴渝的教导学生的时候的手稿 这批资料里头包括他教学生怎么画画 怎么写字 怎么作诗 怎么写信 如何买颜料 如何买毛笔 甚至里面还有一些他的零写的背贴相关的 所以这批资料是非常非常重要 重要的原因是像我们知道的张大千 大风堂 吴乎帆的美影书 这些都没有相关的手稿 资料流传下来 那普兴渝的相关的写生稿 课堂稿 1976年中文大学有出版 那后来台湾 罗音也出版了一些画稿 但是相对来说 这么完整的看到韩语堂的教学的材料 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普兴渝教导学生呢 是希望学生成为一个四大夫 四人精神 具备了四人精神之后 他才能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运在哪里 那其实就是为天地利心 为声明利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是普兴渝是希望教导学生的 所以他永远都说 他的学问第一 诗第二 书法第三 话第四 为什么把话放在最后 也是根据他的整个人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相关 安和藏了这批材料那么多年 是他对老师的一种尊敬 那也表现出来一种传统文人的情怀 那这种情怀 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只是很少被发现 这本书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